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手机应用程序Scoober 这个月正式的推出让学生共乘汽车上下学的服务 参与的家长在开车送自己孩子的同时 也顺便接在附近的学生往返学校 那么这项服务推出之后很受家长们的欢迎 不过另一方面也迎来了校车业者的关注 对服务的安全表示质疑 那家长们究竟有哪一些考量 这种类似Uber的共乘汽车概念的兴起 背后有哪一些因素呢 我们欢迎彭内两位嘉宾 首先就是学生共乘汽车服务的创办人 郑金山先生 郑先生你好 以及时事评论员林一鸣 一鸣大哥你好 你好 先问一下郑先生 您当初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学生共乘汽车的想法 就是在有一天我在接送我孩子上学的时候 就看到路旁有很多他的朋友 就问我的孩子说 这些是不是你的朋友 如果是你的朋友 我可以也是顺道接他们去学校 他们就不必在那边等校车 或者是等巴士车 带他们到学校去 我可以顺童一起带他们去学校 后来就想扩展一下 对 就从那边 这个构思就从那边开始了 那么这个Skuba的收费是怎么样的呢 Skuba的收费就是按照那个 长短那个旅程来计算 所以就是起初他们就会 就是看那个 他们从家里到学校 有多远的路程 从那边计算开始 那我知道一鸣大哥 孩子小的时候也是搭 就是校车上学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学生共乘 FoodSkuba是不是应运而生呢 你怎么样看待这样 这个颠覆性的科技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篡局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的经验 你知道真的是起早摸黑的 带孩子去大校车 那不容易的 新加坡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是个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我们新加坡的时间 在1982年的时候 其实是早了半个小时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我们其实孩子 在帮上大校车 你看它大概是六点左右 可是六点天还是黑的 没有亮 对 对吗 其实应该我们是六点半开始亮了 可是因为调早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就是说孩子要在摸黑的时候 起床 又要去大校车 他们觉得很辛苦 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有孩子 他是站在那边睡觉的 真的 这个马一样 好可怜 对 很可怜的 所以你想 他有一个篡局 可能孩子以后就可以比较迟 比如说六点半以后 他出来大校车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这些总体来讲 是不是目前的费用都比校车便宜还是怎么样 总体来讲 就是要看他们的路程有多远 然后来计算他的车费 平均呢 对 平均是在于75块到150块之间单程 单程 这跟校车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工程车是不可以收利润 是可以 只可以减低 损耗 汽油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服务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服务推出之后 很受欢迎 8000多名家长申请 对 但是愿意成为司机的有800人 那也不少了 不过呢 配对下来只有200名司机和400名学生配对成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200名家长是我们要看过他们的 他们所填写的那些表格 还有那些资料 我们要确认他们有正确的那个保险 车险 还有那个驾驶指导 还有一些警方的驾驶记录 我们要看他们有良好的驾驶记录 然后才会批准他们再接送孩子 所以还有一些家长还没有给我们一些那些的资料 我们不可以让他们接送那些孩子 申请人多受益人少 一鸣大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作为一个 我自己本身是驾驶 所以我知道那个困难 因为如果你看 我载自己的孩子 我当然自己有一点把握 如果我现在要载其他人孩子的话 我想他的安全 他什么我要考虑 要负责 是要负责 我要负责 所以当然我会觉得 是不是我要负责的责任 所以一旦你一点迟疑的话 我相信你就比较难 说勇于地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服务 因为这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想 而且另外就是我们想 有设计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孩子有一些状况的话 我们怎样处理 我们是 因为有时候孩子生病 他一些东西你还是要处理的 然后你想到 可能会不会耽搁我的孩子的时间 你自己上班的时间 是吗 因为通常都是家长 就是把孩子在学校以后 他们就要上班 这些都要考虑到的 因为现在你懂 那个车很堵 如果你稍微迟两分钟 就堵住了 如果你早两分钟 你就没有问题 这样的东西我们都要想的 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司机都 他们会觉得忧郁不决 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服务 郑先生在你接触的这个家长 因为肯定很多家长 他们是不是也提出一些这样的担忧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通常都是安全和准时送学生到学校的问题 他们怎么来问安全呢 就是说问这个司机能不能开车 那肯定 就是因为司机毕竟是陌生人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保留说 司机是不是会有什么 会不会安全地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去 是在这方面 我们就会让家长知道说 因为这个司机的孩子也是同一所学校的 所以让他们见一个面 互相交谈 你会这样回应他们 对 不错啊 那我想应该很 所有的家长应该都会去见个面的 这样一直接放心 对 就让他们见个面交谈一下 他们如果觉得很舒服的话 就可以共乘协议 然后打他们的工程车 可能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 我自己确实是担心的 比如说如果有别的人 要载我孩子上学的话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机制 就是说一种认证的机制 比如说像Uber这样 Uber现在的司机不能像以前这样 你是谁都可以当Uber司机 是吗 你要经过一些基本的审查 比如说一些很重要 比如说有没有犯罪记录 我看我们最关心这个是吗 对 另外就是到底他的身心的健康的程度 我们也是很关心的 因为就是说如果他有一些比较疾病 一些或者是他身理上 心理上可能有一些碰到一些问题 这些我们都很担心 因为如果他做一个司机 他掌舵 孩子全部在他的背后 所以这个我们想 如果有一个认证的机制 对家长会比较放心 另外这个大概也是一些 校车业者的担心是吧 你觉得他们这种担心 校车业者最不开心的现在 这是真实的隐忧吗 是吧 当然因为你想这个是整个趋势 看起来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那个科技 其实你想从去年八月的时候 很巧的 就是刚好这个李显龙总理 在这个群众大会上演讲 不是讲说颠覆性科技吗 对 教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对 才一个月后他就推出了 这个郑先生就推出了他的Scooper 所以你看这个时机找过得非常好 就恰恰证明了总理的讲法 总理就是说很多行业都需要改变 甚至可能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这些有没有遇到校车业者 他跟你有什么建议吗 反应 没有直接跟校车业者说 商量过或者是谈过话 当然你没有必要跟他商量 是 你觉得在你的想法当中 未来有没有可能因为你这样一个 直接把校车行业这个业务给他淘汰掉 我在 创办这个Scooper的时候 是没有想说Scooper会取代校车服务 其实是给家长多一个选择 让他们有那些比较不方便的 路途比较遥远的 有一个比较舒服的 还有可以比较快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 安全地送到学校去也是 所以就可以搭工程车 跟其他的家长和其他的学生一起去学校 因为毕竟照目前试试看来 并不能满足所有的学生 对 对吧 可能很多学生还是要选择巴士或者乡车服务 对 有些学生还是住得很靠近 那是巴士还是可以把全部的学生载到学校去 那些价格方面也是比较适合学生搭巴士也是 对 回到这个校车业者 一鸣大哥说他们现在就感到很顾虑 对 就有校车业者表示 他们很担心一旦这个学生共乘汽车顺利推行 校车业者可能会失去百分之高达三十的生意 你怎么样看待他们的这些顾虑 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这个颠覆性科技将会导致很多行业出现变化 尤其是一些我们说的西洋的行业 你想因为很多其实这些校车的时机 他们年龄都是偏大的 都是五六十岁左右的 他们的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够也不高 所以他们要将他们另外的再去找工作 另外的去 因为这个政府很推很鼓励人家去转型 转型 转型 可是他们觉得很困难 因为他们也不懂要怎样去提升他的技能 什么 所以你看这一块其实是个冰山的一角 就整个颠覆性科技带来的风暴的冰山的一角 也就是说 其实政府现在就真的要想到说 要怎样能够照顾到这一批人 就是说如果他们一旦真的面对 就是现在这个SCOBER出现以后 可能有些校车司机真的会失业了 怎么办呢 政府就真的要想到说 要怎样帮助这些人 可能给他们找那些新的职业 做一些培训什么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个真正的问题 刚才你说真正的应用是这个 这个 不过在这个SCOBER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有驾照没有用车的家长可以租车成为司机 对 这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隐患 安全的隐患 家长会担心 当然会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样 比较路上有一些人有驾照 但是很少驾车 很少开的 对 我刚才就说那个认证 就是可能也要认证一下 说是不是有这个驾驶的经验 所以之前现在有家长跟司机见面 整个过程你们是不参与的 你们只是不参与的 我们是有参与的 我们也是回答一些问题 他们有些对整个程序不太熟悉 我们会详细地跟他们解释一下 让他们多点了解怎么样运用那个程式 还有怎么样接送孩子安全地 让孩子上车扣上安全带然后才出发 我以为你只是初步的桥梁而已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客服还做得 顾客服务还做得蛮完善 我们家长还大心一个事情 就是那个保险的问题 对 保险 所以我在想郑先生是怎么样回答 家长的这样一个疑问 因为保险可能没有赔偿 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 保险有吗 保险 第三方保险都是在新加坡 是必须要的每辆车户 然后我们也跟一些保险公司 在进行一些商量怎么样可以 给他们多一些的保障 更好能完善这个服务 对 好 谢谢 感谢两位带来和节目的分享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话题提出个人看法 欢迎到我们《诗诚有约》 面部网友留言 广告回来 还有下一段的新闻 别走开 我们回头见 回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